转列车厢紧急疏散 只见一群警察左右包围 抓住一名女子 下一秒 将人带下车 日本时间3号晚间10点多 有民众报案 在电车上发现一名约20多岁的女子持刀摇晃 对车厢乘客攻击 当紧急服务人员到达现场时 发现有5人被砍 其中4人受伤 救护车随后赶到现场 紧急将伤患 抬上担架送医 由于案发时间并非通勤高峰 但仍有不少晚归乘客 看到随机看人一幕 感到心有余悸 山手县营运也一度暂停 之后才又恢复正常 而警方也已将女嫌压制带回 正在厘清犯案动机 在新闻 黄泉报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